这个日本导演怎么也想不到 在中国3000块就能买下一套房子 而当他看到这些安置房里提供的设备 更是惊讶地说不出话 因为缴纳3000块不仅无偿提供房子 甚至连家里的电器和家具用品全都免费 全部由国家补贴 四川大梁山是我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由于地理环境特殊 当地的村民都住在悬崖峭壁上 他们上下山的唯一方式只有紧贴着峭壁 攀爬落差将近800米的悬崖 为了让村民自愿搬出大山 我国出资两亿在昭绝县建造了新住宅区 每家人只需要交3000块就能买下一套房子 这也让日本导演竹内亮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在日本人看来 使用内税人的钱帮助穷人提供住宅并不供典 但在中国却有许多人支持扶贫政策 这是刻在所有中国人心中的价值观 让竹内亮想不到的是 在这个贫困的农村地区 甚至还有一所足球学校 当地不仅为学生修建了一个大型的足球场 甚至还请了黄马的足球教练进行指导 为了帮助孩子们走出大山 教育部门和黄马联合举办了教训活动 只要孩子们的成绩足够优异 甚至能免费前往西班牙学习足球 足球在中国如果你没见到的话 你低不了 对于出生在大梁山的孩子来说 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起点 但足球却让他们有了梦想 他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球星 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 我的梦想就是想一直努力踢球下去 家里条件很不好 想买这些衣服都很难 父母也没有去过别的城市 长大了想带他们去到城市里住 所以我想成为像五零一样的英零球系 所有的孩子都梦想着能够继续踢球 即使没在学校 他们也会在山上的泥地足球场自己训练 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 在告别孩子后 他们决定前往摄影师徐亮曾经支教过的地方 几年前徐亮来到大梁山的双和小学 度过了半年的支教生活 当感受到城市和山区之间巨大的生活水平落差 徐亮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通过镜头 展现真实的大梁山 看到原本一座座低矮的教室 变成了一栋三层的教学楼 徐亮脸上也洋溢着笑容 在双和小学每年都会有两三名从城市来支教的老师 但由于生活条件恶劣 选择离开的支教老师不在少数 所以每一位到来的老师 都会被家长们热烈欢迎 尽管徐亮已经离开两年 但学生还是记得徐老师的模样 并且主动给了老师一个拥抱